是跳園場的部分 客家師 因為他們在武師的過程 用客家話說是打園場 全盤師 那全盤師除了有全角功夫 那最重要的就是客家師 走完園場 看到這個場地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跳園場 把獅頭左右縮 然後踏了騎心步以後 踢完頭 然後把獅子蓋進來 去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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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客家師 他的聲音 跟一般的獅子的聲音 那客家師 有分青色跟黃色 青色還是代表這個 氣象御意 這個代表的風飄女色 國泰平安 那他的角色 有分為這個叫 大面小面 所謂的大面 是場上看到拿佛扇的 這個大頭佛 那小面是這個帶面具 五猴子的這個部分 那他這個大面呢 這又代表著這個財神 小面代表這個吉祥侯 那獅子上呢 會看到有這個 有八卦的圖印 主要是這個有故事的 那獅子呢 早期年間下腰 這個下盤來做怪 那個太上老君 就化身成這個大面 左手拿青 右手拿扇 徐徐扇幼 誘導獅子走向扇 那用一個八卦 八卦鏡來鎮壓這個獅子 讓他變成這個 極強的獅子 四個六獅子 十五獅子 又是說 三獅子 非常八卦 兩獅子 非常八卦 所以我開判的 好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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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客家丝是属于南方丝的一种 又叫做何仔丝 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何仔丝 那有人说客家丝造型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它有它的精神毅力存在的 它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 无缘不成规无方不成局 要的是客家地址守规矩 那狮子侧边的部分它会有鼻孔 也会有火焰 那鼻孔代表的是希望客家此地能够修文习武 文武兼备 大众给董事队 大众给董事队 长进警察大队 第二水道蓝色水道 龙王初领队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集团的部分呢 是由2016年才成立哦 他们说他们还没有满周税 可是他们的成绩很棒哦 参加龙台105年的古鲤彩天 获得竞赛组的第二名 真的很棒棒哦 好朋友们 在我们客家市里头有它的故事 有它的经验 有它的传承 欢迎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要参与啊 我们刘师傅真的不吝止叫 要将这么好的一个经验传承给大家哦 是哦 刘师傅呢 在龙台地区 我们桃园市地区呢 草里满天下 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啊 他们场上看到这个 北部的客家是通常会有表演草棋的部分 那草棋呢 就代表这个草棋客家在迁徙的时候 那带着草棋比较方便 哦 也希望呢 在各地都占有一起之地 哦 这叫破阵 把草棋卷起来 然后往旁边丢 丢完了以后呢 下面是 哦 有一只蛇在那边 这复制其实呢 也是告诉我们做人哦 有时候 扶 扶相依哦 扶扶西子 扶 扶相依哦 就是要谨慎 小心 要得到甜美的果实前面呢 总是会有一些波折的哦 这蛇 蛇代表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踩蛇呢 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哦 所谓这个打蛇打七寸 那踩蛇呢 不能从后面 要从前面 把头压着 然后才能做摇曲的动作 那摇曲完了以后呢 还会有咬 或摔舌 甩舌 甩舌的部分哦 是什么 是什么 我怀疑新年鸡巢大队 都会一顿 在这里 获得 什么点 各位介紹貴賓的弟弟 我們客家事務局的局長 獎金安祥局長麗麟 大家掌聲歡迎 謝謝 再次掌聲鼓勵 劉師傅帶來的客家事表演 我們劉師傅所領導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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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判 師傅 請 比叫 握山 我